据说马上要跟我们断交的巴拉圭 被点名好久了 有没有 都说下一个巴拉圭 巴拉圭 巴拉圭 巴拉圭总统大选四月底马上就要举行了 这位目前看起来民调削威胜出的在野党的候选人 他已经告诉大家 如果我当选的话 我就是要跟中国建交 话讲到如此之直白 他说什么 立论就是 我们巴拉圭没有从跟台湾的邦交当中 获得足够的好处 对不对 我跟你建交 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所以当选之后 没错 就断交 我就跟中国大陆建交 月底就要登场了 这个新闻吸引了全球的报道 日经就说 决定台湾能否保住南美洲唯一的友邦 南美洲唯一 请问现在谁主政 蔡英文 蔡英文任内断了几国 断断断断断 有没有新的建交 有没有进入新的国际组织 有没有签订新的国际协议 虽然算过去的七年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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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 但是断断断断断断断 现在已经是蔡几段了 蔡八段是吧 九段的 蔡九段了是吧 柔道高手蔡九段 好 那对比强烈 所以2024年手上的一票真的很重要 只是巴拉圭这个东西 刚刚提到了 我必须要很坦白的讲 这个其实不能怪蔡英文 蔡英文其实是很想得到荣誉时段 你知道吗 因为一般来讲我们段位最高就是九段 时段都是荣誉 那蔡英文真相要打到人生成就解锁 他其实蛮期望的 而且实际上这件事情他根本没有他着力的空间 因为巴拉圭会 这个候选人他目前卸位领先 然后最后结果当然很难讲 可是他为什么在选举的时候会喊出这些东西来 而且不断的在讲 其实很简单 并不是巴拉圭人都很知道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不是的 而是对巴拉圭人来讲经济很重要 所以他在告诉你我们跟中国大陆结交的话 会有更大的经济利益 这个对选民是有吸引力的 至少他的判断是这样 不然他根本不会提这件事情 巴拉圭人你问他有几个人知道台湾在哪 根本不见得会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摆明了什么 第一个对巴拉圭来讲 他目前眼前要的是什么 第二个表示美国跟我们都没有办法给他 就这么简单 而且美国在中南美洲的压制力是很明显的衰退 宏图拉斯的事情就明显了 巴拉圭这个候选人敢这样讲 他怎么会不知道美国会反弹 可是他不怕为什么 因为对他来讲你获得眼前的选票更重要 所以我觉得一而再而三都显示了 美国在整个世界的影响力的衰弱 至于说共和党候选人 我真的是觉得大家真的不要想太多 这就跟蔡英文政府跟那些厂商密会说 我会让台湾每一根家庭屋顶都有太阳能板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根本就是一样 他就是个销售而已 他就是告诉步枪协会 你们给我钱 我帮你推销枪制到台湾 就是这样子而已 跟保卫台湾一点狗屁关系都没有 我讲实在话 人手一把枪就可以保卫国家 那请问一下 黎巴嫩跟巴拉斯坦不是人手一把枪 那我们国家怎么被人家弄成这个样子 所以真的不要胡说八道 那个就是标准的骗饭吃的人 那我让这个韩兵预言一下 你觉得蔡英文任内 其实也没剩下多久 可以达到人生最高的巅峰 蔡时段吗 我觉得机会非常大 机会很大 对 我觉得以他的 还有美国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要达到时段是非常有可能的事 那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里程碑 另一头侯友宜 今天会帅团来前往新加坡 展开四天三夜的访问 那传出要见李显龙 要不要见其实不用急 对照马英九记不记得 马英九2007年的时候 出访新加坡 当时也是要参选的身份 事前当然也不可能透露 见到了就会公布 没见到了当然也就没见到 所以他说等到要见了之后 才会去讲 见了之后也不一定能讲 确实是没有错 那两个郭正亮认为 此趟一定会有具体的得分 为什么是具体的得分呢 当然这个新加坡 其实这个国家 韩濱我觉得是选的还算蛮好的 对不对 因为新加坡的中立地位 目前在中美当中 我们看到他在全球里面 他的步伐算是站得稳的 然后另外他的经济也好 他的各方面 其实都是台湾 我觉得算是值得台湾学习的对象 你怎么看 新加坡当然是个安全牌 那一方面新加坡跟我们的关系 一直不错 而且他跟中国大陆关系也不错 他跟美国的关系也不错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厉害 亲身实践 什么叫三角形的一个国家 而且人家还操作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新加坡很多 值得我们借近的地方 这样一个弹丸之地 能够爬到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 他在东南亚可以说是举足轻重 我觉得这当然值得学习 但是我必须说 新加坡对侯友宜来讲 其实只是一个会前会 或者说是一个模拟考而已 因为对侯友宜来讲 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 他要怎么安排去访美 然后美国人那边会有什么反应 所以我觉得这刚好是给 一般来说 我们会认为侯友宜 相对比较缺乏 这种国际上面的这样的历练 我觉得这对他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练习的机会 那也对他来说 我觉得亮哥讲的有道理 也就是他不太可能会失分嘛 因为这种都是行李如宜的事情 那双方也不可能真的达成什么 重大的外交突破也不可能 那这个就是有好事的一个会面 那对侯友宜来讲 顶多就是加分加美很多 不可能会扣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利点机会 那另外反过来看 新加坡让他去 是不是也表示这个相当程度的 算是认可他接受他 新加坡我觉得 新加坡一直试图在台湾跟大陆 还有美国之间找一个平衡点 我觉得新加坡虽然最近很多人认为说 新加坡怎么那么偏老共 其实我倒不认为 我觉得对李显龙来讲 他希望是整个亚代地区都很和平 这样子对新加坡才有最大的利益 所以刚好借侯友宜这次来 我觉得他也会试图安排他 去了解一下新加坡处理 美中台之间的这些事情的一些状况 然后大家可以做一些经验分享 那相对来说也可以把 甚至他可以把侯友宜的一些想法 也可以透露给中国大陆知道 也可以透露给美国知道 我觉得这个对侯友宜来讲 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向 那只是我觉得 蔡英文现在大概没空管这些 那赖兴德也在跑他自己的行程 好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美国精神之外 所谓的对抗中国之外 其实更重要的内部应该就是钱 来给大家看一下 美国进不了枪为什么呢 1977年开始 全美部枪协会势力很大 在电视节目上支持这个 这个反枪支管制的这个总统 大搞政治现金 不断的政治捐献 非常非常有钱 举例来说 2008年的美国大选 这个步枪协会呢 为支持永枪的共和党 捐了1000万美元 有没有1000万美元 这位也是共和党的 2016年的时候 捐出了5400万元的这个美元 给川普 所以川普最近又到了这个步枪协会去 又不是讲了一番这个慷慨激昂的谈话吗 2020年的时候 又花了1200万美元 对倾向枪支管制的拜登 发动了舆论压力 也就是说呢 我有钱嘛 对不对 你支持我 哪个总统候选人支持我 给你一大笔钱 哪个总统候选人不支持我 我就用钱来发动舆论来压死他 基本上干的就是这些事啊 所以你看到这位是共和党 你意外吗 党叫他这样做 是不是 那另外呢 这个美国的全国涉及运动基金会的推算 在2021年 全美总共卖出了1850万把的这个枪支 总市场的规模是多少 705亿美元 705 金额极其庞大 看懂了吗 而且像这个AR15还不止在卖美国呢 全世界英国啊等等 甚至香港啊 通通都有 很多很多地方到处都在卖 台湾竟然卖不进去 我们的美军基地 竟然卖不进去 对不对 所以现在是不是 这个首要伸到台湾 而且我最生气的 他说这叫做美国精神 为什么我们台湾要符合你美国精神 奇怪了 对不对